看到这个熟悉的外形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一颗扭蛋 这是一套超迷你的刨冰机 而且你别看得这么小 就以为它是一个模型摆设 它真的可以制冰刨冰兄弟们 这个零件上面好像有点瑕疵 附属的制冰机里放入水后冷冻 这个小盒子应该是装冰块的 等它冻好之后敲出一块放在这里面 然后旋转就可以掉冰 应该是这样 不过为了节省时间 直接用我以前冻好的这个冰块 放入旋转盒里 等一下这下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接的吧 不然我这个刨出来的 不全掉地上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杯子 看效果怎么样 怎么好像完全没反应 说用的冰块不对吗 不好意思转反了 注意看不要眨眼睛 还是需要蛮大的力气的 冰很硬 看它下面已经开始在吐了 我们刮它满满一杯出来 不错不错这个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一杯满满的冰沙 但是这点量够干嘛呢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如果刨这样的一小杯 我需要十秒 那么请问我需要多久 才能刨这样一碗出来